好,大家好,我是美股隊長 大家都很想經常問的問題 究竟美股在三月份大跌之後見底沒有? 我自己的看法都是美股已經見底了 可以分斷去做吸納 為什麼你看得這麼好?隊長 因為有兩個原因 因為首先聯儲局推出了QE無極限 什麼都債券,由投資級別都好 就算垃圾債券或者高息債 美國的聯儲局都大量買入 尤其是買入高息債券 我覺得聯儲局對市場都釋出了一個很明顯的訊號 就是基本上任何能夠促進到債券市場 經濟復甦的事情,聯儲局都肯做 所以才會有一個這麼激烈 就算這麼有爭議性的政策 聯儲局都是拍板去做 另外一個我看好美股的原因就是 美國國會也都快速通過了一個振興經濟的方案 在三月份也花了數以萬億的錢 去資助市民 也都是去資助中小企 美國是比較少數的國家 無論在貨幣政策 即是央行印銀子和財政政策 使錢方面 都是快速地有成效 亦都有行動的 這個在環球的這麼多國家來說 都是比較少見 加上美國的財力都很厲害 政府、聯儲局這樣托市的話 我覺得分斷入市是一個比較適合的行為 這個都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讀者又會問 會不會不夠的 那個舊市的金額 你知道那個經濟都陷於停頓 可能都是一個比較嚴重的收縮 甚至可能跟二十年代的大蕭條相比 都是一個很嚴重的經濟放緩 但是美國看到國會的議員去討論 他們現在在四月份 就會觀察這個舊市方案的成效 他們的共識都是這樣 如果第一輪舊市方案不OK的話 達不到他們要求的目的的話 是隨時可以加碼 可以隨時再加碼數以萬億美金去計 做股票一句說話 美股經常都說 Don't fight the threat 就是不要跟聯儲局對抗 現在你是一個淡友 希望沽爆股市 做淡去獲利 你的對手是美國的國會 亦都是有無限能源的聯儲局 基本上他們都是以十萬億的火力 是跟你對抗的 我覺得作為散戶的話 我就寧願不去Fight the threat 不跟聯儲局對抗 我寧願跟隨聯儲局 去買入一些優質的 或者比較有前景的一些股票 或者資產類別